我們這邊看一下幾種這個LD點擊證製作方法 首先你來看這裡 除了我們剛剛直接弄出來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代碼叫信號對不對 對啊 等一下我們可以自己弄 來你先找這裡 你看我們往下走 有沒有英文數字跟圖案 所以如果你要英文的就自己丟出來 數字就自己丟出來 圖案就把它這樣丟出來 這裡我就先丟掉一下 有沒有一些基本的圖案 所以這樣也可以顯示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你要做動 你也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可以自己畫 對不對 你自己64顆就等同64顆嘛 但是我跟你講這樣比較沒感覺 因為這樣勾一勾 你也覺得不知道到底是真來假的 所以呢 我讓你另外一種更有感覺的 這個我拿掉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這個嗎 不是有這種號碼嗎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一個代碼 它怎麼找到的 你來看一下齁 只要你再認一個 就是這種LED點體證的積木 你只要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一個叫小工具 就是它 按一下 有沒有刨一個 這個東西 這兩位坐在我前面 真的非常有反應 真好 你知道現在上課很常常是 我要說什麼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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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不是因為 想睡覺 是因為都在滑手機 所以都很低 有沒有 好 非常感謝他們兩位齁 好 你來看一下這裡 我把它放在上面好了 一樣 開發版的名字給它 所以 我懶得再打一次 我就來這裡找 我們家有 就是它 好 我就來這邊貼上 OK 但是呢 請問 腳位對不對 不對 你也要給它 正確的 16 14 跟你的一樣 05 完成之後請你按連線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也變不見了 有 對不對 現在呢 就來吧 燈 燈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感覺一點 因為你在點真的會亮嘛 有沒有 就算你這樣要笑臉 也笑得比較高興一點啊 還是你要哭哭就這裡 燈 有沒有滴幾滴眼淚下來啊 這樣就可以滴幾滴眼淚下來啊 這樣是不是可以 有沒有看到 產生的代碼在哪裡 有沒有在中間這一串 自己拿過去貼過去就是了 這樣會不會的 好像會了齁 可是 那 反其道 也可以喔 什麼意思 你回到這邊來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型嗎 你把這一串複製起來 你拿來這邊 你拿來這邊 借人家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 沒有 沒有貼上 有啦 有啦 這樣就笑臉了 這樣了解齁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那是什麼形狀 把代碼貼過來也可以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夠 你就來這邊 有沒有這幾個 你也可以改啊 啊 我先有一個這個 然後我再改 改成我自己要的 這樣可以吧 你也可以用基本的形狀去 產生之後再把它拿出來 要讓它會動 就讓它動一下也可以啊 有沒有爬馬燈 這樣可以嗎 這樣有沒有簡單 好 所以你就可以 稍微了解一下說 其實 即使你要自己做 這樣是比較有感覺的 我跟你講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好 請掃描這個 你應該知道要幹什麼 用手機按不是更有感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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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 code掃下去 不是掃我的 是掃你的耶 你就在手機上點點點它 就跟著點點點好嗎 這樣可以啦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Web Reno 其實很多好玩的都在什麼 互動嘛 這是它的優點 這是它的優點 玩過這個之後 我們再看還有沒有別的做法 我們來看動畫 這個 我就先丟掉 先丟掉 你可以來做動畫 LT點矩陣 有沒有發現 這有兩種 一個叫動畫 一個叫跑馬燈 那你可以把這個動畫丟進來 好 現在預設有三個 但是還是麻煩各位注意一下 單位是什麼 所以 100毫秒代表0.1秒 所以我們這樣替換 這樣替換 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要做什麼內容 就把LT點矩陣的 這個丟出來 比如說我要一個這樣 然後我就用複製的好了 反正 上上下下左右 各位都會嘛 來 再貼出來 只要不要這樣就好了嘛 我等一下 這樣有看到我的嗎 欸 還有人在我嗎 我看一下 這樣心情 好像有 又好像沒有 好 先重新 我等一下 我把這裡先關掉好了 這裡 OK 回到這邊來 停 欸 沒有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先把它清掉 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這裡你要把動畫清掉 要變空白的 要怎麼辦 好 按右鍵小工具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就按右鍵小工具 你看 這樣是完全沒有 其實全部都是0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有時候你想要 欸 我不知道到底正確還不正確 我就把它清掉 那 這裡三個不夠 怎麼辦 有沒有齒輪 有 就再加一個進來囉 我假設我加到最上面好了 好 加進來 是不是就多一個了 那 這個是文字的 所以我就來這邊 LT點擊證 有沒有這種代碼的 我就先借用出來 其實它就是一個字串 就借用這個字串來用 好 把剛剛全部都是0 就貼進來 我可以確定它一開始 就是怎麼樣 都清空了吧 好 就都清空了 所以我來這邊play一下 看看這樣 瘦不瘦我控制囉 有 只是很快 好 所以我把這個速度變慢一點 我變500好了 好 我們看一下 一開始 0.5秒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這樣有啦齁 因為你們畫面會delay 這樣是不是看得比較清楚 好 這樣 了解 所以 其實你要做跑馬燈也蠻容易的 也蠻容易的齁 那就是這樣這樣加進去做就好了 這樣有簡單嗎 有 如果你想隨機的怎麼辦 你有沒有想過 隨機的啊 我這樣是不是都是固定的 因為有這個 你知道可以玩 所以我們有玩過那個 我的部落格 就是我有一篇文章 就在介紹這個啊 因為我在小朋友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來玩 玩什麼 玩那個冰果啊 欸各位有玩過冰果吧 圈圈圈圈的齁 欸不是圈圈圈的 有很多種玩法啦齁 但是 在這邊 冰果冰果 我看一下 冰果在哪裡 欸我有寫冰果的 我忘記了 在這裡有沒有 你就可以用亂術啊 這模擬器有 模擬器也可以玩 你要做小綠人也可以 有沒有我們馬路上的那個動畫 好我先給你看一下冰果的好了 就是我有跟小朋友玩啊 像這樣子 你玩冰果有很多種嘛 但是最主要就是要隨機啊 對不對 隨機 那這裡有demo的齁 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可以進去看 那原則上就是要用隨機的 去把它顯示出來 好顯示出來 我找一下隨機隨機 我們找剛剛的那個積木院 你看 我這個把它丟掉好了 我就先不做動畫了 把它丟掉 就很單純的 來這邊我顯示內容 但是這個內容不要是它的 因為我要的是數字 所以我找數字這邊 可是後面不是它 對不對 這是固定的 哪裡有隨機 在基本功裡面數學是 有沒有看到隨機隨機 有看到了嗎 你就把它丟出來 不過很抱歉 我們這裡 僅能顯示零到九九 不要找一百 因為數字不夠 沒有那麼多 我就到九十九 零可以啦 零到九十九 OK 所以我先play一次給你看吧 這樣按一下 這是它出三紙 這次它出三紙 這個可以玩剪刀石頭布 我講真的啦 我有上課跟小朋友玩過 可以玩真的 0到九十九 有 有有沒有看到了 有的對不對 那你可不可以用互動的 可以啊 你可以拿什麼 可不可以拿這個遙控器 比如說你按哪一個 我就隨機取得一個數字 就把這個替換掉 可以嗎 這樣有了解嗎 可以齁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囉 事實上 不是只能用在什麼 這裡的積木 因為這裡積木總是有限嘛 你不要忘記的 其他的基本功能 層次基本功能 這些還是都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 那就給各位先自己玩玩看吧